最新的單曲 叫做很受傷 送給你們 希望你們一樣的會喜歡 謝謝 我記得你的模樣 我記得那天的月光 光照不開你的臉龐 離別的那個晚上 你沒有回頭望 我夢斷在這個地方 我們最後都沒有說謊 我終於學會原諒 哪有何方 我眼淚忘忘 很受傷 明明相愛 不過是夢一場 我害怕有一天 我等不到天亮 滿里遺忘 你是否也一樣 很受傷 我幻想和你挽手感情 你在我的世界裡 變成了晚安 偷偷搖晃 我夢斷在這個地方 我們最後都沒有說謊 我終於學會原諒 我終於學會原諒 你也一樣 很受傷 我幻想和你挽手感情 你在我的世界 變成了 我偷偷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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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偷偷搖晃 我偷偷搖晃 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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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这mini live赶来的歌手朋友们啊 也是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安琪 李佩玲 乌姚涛呢 张玉子在舞台2023中展示了他们出色的唱功和舞台表现力 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钟英俊呢在闪亮的日子中展现出了自己出出色的综艺感 期待呢他们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让我们感谢他们 一直在调整站位啊 没事 没事 美女帅哥都要拍 如果决定不了的话 可以几个顺序都拍几张 好的 欢迎各位 那请前往星光俱乐部 稍作休息 我们休息之前呢 还是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 爱人呢可以去到这个短短那边 艺人可以来到我跟天琪这边 好的 刚安琪走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走得好洒 好好看 是 来 大家可以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其实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应该都见过 对不对 而且我跟英俊是同事了 对 老搭档了 对不对 那这样好吧 那个英俊先说一下 这次来我们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的一个感受吧 好不好 我差点要这样 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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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很荣幸 能够参加这个红毯秀 然后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艺人 然后那么多的前辈 然后很多璀璨的星星 跟着大家一起发光发亮 很开心 OK OK 那我看到安琪和佩玲 今天其实我感觉 你们两个礼服有点搭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东西 内幕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今天晚上会不会有 晚上的话 我们有一个 好像节目段已经出来了呀 其实是了 其实是了 那这样你可以形容一下 对吧 那就是 是一个还蛮炸的一个mix 炸的mix 对 然后我们也会有三个人一起 对 这个mix这个词 让我 期待之浪漫 有点心痒痒了 是不是 OK 期待之浪漫 那个 好的 那就谢谢五位 我们请先一步 我们的星光俱乐部 稍坐休息 好不好 我们晚上见 也是期待 期待你们很炸的表演 晚上的合作舞台 获得2023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潜力歌手的事 请看大屏幕 星光大赏 年度潜力歌手 李佩玲 张玉子 吴瑶涛 向我们掌声有请 李佩玲 张玉子 吴瑶涛 上台领取荣誉 舞台是歌者的信仰 潜力是实力的序章 李佩玲 从出师不利 到逆袭摘棺 是一位让观众 没猜中开头 但是猜中结局的冒险者 张玉子 从19岁的野心满满 到19岁零 11个月的 不知道野心还满不满 已经成为舞台 全能ACE的雇佣者 吴瑶涛 平平无奇的出场 却走出了超凡之路 成为此刻的最强平凡者 恭喜三位 请三位 和我们分享一下 此刻的心情好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歌手吴瑶涛 2023年对我来说 是最特别的一年 前几个月 我还在学校宿舍 考虑以后 工作的事情怎么办 现在就站在这里 我就觉得特别不真实 然后特别感谢 感谢腾讯视频 感谢舞台2023 感谢我的公司 KME 感谢一路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 希望我们以后再见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舞台2023的冠军李佩玲 感谢腾讯视频 给我这份荣誉 希望接下来呢 可以让更多的人 记住我的名字 还有记住我的歌声 谢谢大家 我是歌手李佩玲 大家好 我是张玉子 首先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感谢舞台2023的 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歌手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 在新的一年里 一步一步努力 然后激发自己 更多的潜力 谢谢 谢谢 也再次谢谢我们舞台2023的 三位优秀的歌手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送给你们这首 谢谢佩玲 朋友们掌声还不欢呼起来 等什么 掌声送给佩玲 谢谢 好好听啊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啊 我真的 我感觉到下面的朋友 是情不自禁的那种 哇 哇 震撼到啊 来 先让佩玲 给我们现场 已经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 先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舞台2023的冠军李佩玲 哦 欢迎佩玲 果然是冠军的实力 冠军实力 你知道刚刚我看到一束光 蓝色的光 就是那种 我不是 我不是刚刚才热了吗 我现在又跟着这个歌曲的情境 我又冷了 哈哈哈 我又 一摸住了 又感受到了 就是这种歌声的力量 真的是穿透人心 哎 英俊如果现在用这种表情来表达一下 就是听到佩玲 歌声那种感受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你知道这是直播吧 哈哈哈 直播更想看啊 对啊 听到佩玲这首歌就是 哇 amazing 很受伤 别说了 别说了 就是那种感觉 很受伤 很感动啊 哎 佩玲你自己感受怎么样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mini lab的现场 演唱这首歌 两首歌曲给我们带来 嗯 我首先我非常的冷哈哈哈 我相信台下的人也非常的冷 但是你的歌声非常松弛 哦 你你那个高音是怎么唱出来的 我真的很想请教 他的高音感觉嘴一张开 哎 英俊刚刚在后台说说 哇 他是内行啊 但是哇厉害啊 一听就是高手的 哈哈哈 高手中的高手 给我们分享分享啊 嗯 嗯 我刚刚就上台来 其实我很冷 然后但是我 在音乐一起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的 跟我自己说 还是投入进去比较好 就不会那么冷 要不然的话我应该就会 哼哼哼哼 这样唱 但是看你唱歌 是这么投入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每 肯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 这种心理感受 对 你现在回看你的就是 2023出舞台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哦 回忆期啊 还记得大家当时 这个佩玲唱的歌 我记得是大棉的手歌 对吧 因为你知道唱这种情感歌要有很深的这种心得 所以很想知道他现在如果回看最初的舞台 回忆一下哈当时出舞台的时候表现 其实我在就是唱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有开开前面的那个大眠来看 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还是一个小孩 就那个第一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孩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好像改变了很多变化很多 然后感觉在舞台2013真的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是对自己的音乐的理解又更深了 对做出舞台的小孩最后变成我们最后的总冠军 冠军成长之路对吧 好了欢迎佩玲哈因为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 马上要到我们的2024年的这个春节了 说到春节 就要想起我们的音乐来了 佩玲你作为这个马来西亚人 一般就是马来西亚的春节一般都有些什么 你很俗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其实我们跟这里差不多一样 就是我们会去朋友家拜年 拜年了之后然后会拿红包 拿红包啊 拿红包啊 这个环节很重要 现在是你拿红包还是开始发红包了 拿红包 你还是在拿红包啊 哇 我才23岁呢 没有这个不分年岁 我们说了只要没结婚都可以拿 结了婚也可以拿 好像是结婚才要派红包对不对 我跟你说永远都硬拿 只要反正都是妈妈的宝贝爸爸的宝贝 只要回到家就是 就是妈妈的宝贝宝贝嘛 除了红包呢 除了红包还有什么其他的 除了红包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年饼啊 然后就是妈妈会在家里煮很多不同的菜啊 那些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 还有火锅 火锅 火锅必须 就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吃火锅 吃火锅也会吃年糕吗 会啊 也会吃年糕 也会吃年糕 有的这些都是有寓意的年糕 年糕寓意 哦 步步高升 对 哇 真的很厉害啊 好嘞 啊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春节的这个感受哈马上我们要好奇佩玲在2024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精彩 这可以我们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吗2024的工作安排 对 因为佩玲刚刚唱了嘛 I want to be free for you 我要为你们就是更加的自由 我要自由 那你2024会有什么自由的更大的展望 2024年其实我们有在计划这半群演 哦 群演 对 所以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哦 群演哈 另外要问一下佩玲 2024年有什么新年的flag 要立一个flag 我们在现场先立一个 等明年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检验一下 检验一下 对 立得怎么样哈 呃 暂时我还没有立一个flag 但是我觉得今年最奇妙的就是我没有立的flag 然后他就是达成了 嗯 对就是 就有些时候无心插流 就是他没有没有那么那么刻意的情况下 就是进去做反而成真的 就是完全没有想过的一个flag 就是拿冠军 哦 在今年做到了 哦 找到诀窍了吗 我怎么感觉他这样在说明年要拿 明年没有想的情况下 万一再打一个别的冠军 所以我不要想太多想太多的 就是不要给自己期监太多的预设 对对对对对对对 的惊喜都在远处 等着我们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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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佩玲说了巡演 巡演 巡演 所以我觉得喜欢她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了哈 好啦 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场的小伙伴们期待一下了哈 现在就是我们的佩玲给我们的现场小伙伴们送出我们的星光好礼的时候了 现在就是回答问题 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哈 接下来英俊同学给我们 送上我们的爱的礼物问题哈 看是哪个问题 爱的问题朋友们 佩玲在舞台 2023初舞台表演的是哪一首歌 刚刚其实有提到过哈 第一次看到那首 听到那首歌的时候 两个字的啊 诶 那个同学 第一个举手呢 也戴一个海蓝色的 这个口罩的这位哈 大眠 回答正确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我们送上 小礼物送出 接下来这个让佩玲 来选择一个好不好 看谁来回答 这个真的是送分题 佩玲在舞台 2023的名次 那个白色银 刚刚她第一次 这位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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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了 恭喜你哈 来送上我们的这个礼物哈 来来来 来 第三个问题哈 来 这个问题刚刚我在介绍 佩玲出来的时候讲过了 好吧 这个一点有一点难 非常初到几年 我刚介绍的时候 初到几年 哇 后面有人 哪一个耶 选择一个男生好不好 全是女生 因为我确实看到那个男生 最后面的那个 对 最后面 最后面 哦 这位吗 对对对对对 好像是带着 女朋友不是自己来的 对吧 哈哈哈 来来来来 出道几年哈 她现在七年 七年谁告诉你的 哈哈哈 你没有告诉 没有 下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手 默默的伸起来这样 默默伸起来 七啊 那 哎 正确答案就是 七年 恭喜你哈 来 送上我们的礼物一份 哇 好棒啊你们哈 我们要不要再送个问题 哈哈哈哈 那这个问题只能佩玲自己知道 哈哈哈 佩玲还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哈 今天难得来好好玩一下 这样啊 好难哦 我刚刚唱的新的单曲是什么名字 哎 刚刚有说到好几次啊 哎 那个姑娘 对对对对 就是你穿着黑色的羽绒服 拿着我们的相机哈 有话筒给你哈 有话筒给你哈 来小哥哥快跑到他身边 对 还搜还搜 还在搜 别搜了 来来来来来来 在这里哈 来来来来就是他好 很受伤 对对 呀 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真的很神奇 一边一边在gehors 一边在上面疯狂搜 哈哈哈哈 跟旁边姐妹说快搜 快搜 好 效率非常高哈 好嘞好嘞好嘞 其实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 好 好 我们把礼物送给你哈 好了 真的要特别特别谢谢今天佩玲 跟我们带来那么好听的歌曲 还跟我们送上了那么多的礼物 哈哈 好了 侧下来要问一下 接下来要去我们的星光大厂的形象 对 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 能提前透漏一下的 对 今天会在 在星光大上的舞台唱《雇佣者》 哇 会成 哦 哦 期待一下吧 朋友们 期待一下 各位小伙伴们 所以真的 我必须重复一下 我们这个结束之后 还有红毯 红毯之后还有舞台 所以你们就是眼睛都不 目光都不要移开好不好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 千万不要走开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让佩玲 给我们带来一张美美的合影 跟我们现场小伙伴们 好 好 好 有请佩玲来到前方 面对我们的舞台 跟我们现场小伙伴们 一起来一个合影 好 刚刚我们都说到 这个佩玲在我们2023 舞台2023的舞台上 拿到了冠军 我们一起比一个 大拇歌的首饰好不好 来 一起比个大拇歌的首饰 那个专属的合影口号 星光 闪 来 各位小伙伴们 2023星光 好嘞 再一次掌声送给佩玲 也期待佩玲 今天马上带给我们 精彩的演出 是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继续精彩 好 佩玲 再见 来 台下休息了 接下来我们星光继续 好不好 谢谢